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来为各位介绍 如何动手 做一个马桶水箱的省水方法 那网路上你可以找到很多方法 有的人说要在这个水箱里面 加砖块或是加玻璃瓶 这样就可以达到省水效果 那这个方法如果你去找一下资料 自来水公司已经出来讲了 这样比较不好 因为水量太少 反而你要冲第二次 那冲第二次你等那个水满 你再冲第二次就很浪費时间 那我有看到一个方法 就是在这个水箱里面的一个活塞 那个活动的一个止水片 那里面有一个空间你把它塞一块布块 那把空间填满 这样就可以达到省水的效果 你要按多久它就留多久 这是一个方法 但是它有风险 因为你在那个地方塞一块抹布 这抹布会烂掉 而且这个抹布刚好在这个管道中间 为了它掉进你的这个马桶里面 那马桶就只好敲掉了 那我们今天来给各位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你不用塞抹布 你只要用一块不锈钢的垫片就OK了 那我们来为各位示范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现在 如果这个一压下去的时候 它这个黑色的这一块 这一块它就是浮在空中 它等水流完它就掉回去了 因为它里面有空气会 会让它浮上来 不会往下掉 那水比较少它就往回落下去了 那 塞抹布就是把这个止水垫片里面 这个空间塞满而已 那我们的方法是这样子 我这手上有一块这个不锈钢的垫片 这有点沉重 为什么要沉重 就是要抵消它的浮力 那请记住一定要用不锈钢的 因为这个经常泡在水里 你不用不锈钢会生锈的 那你就把这个线解开 这有一条不锈钢挂上 我们解开 把这个不锈钢垫片 泡下去就好了 好 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铁链挂回去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好 这个就是变成一个无断式的这个 这个 沖水的水箱 那你一般来讲 你小后大概摇个两秒就够了 那大号可能要压个五秒钟 这样的话你要它留多久 它就留多久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提供给各位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好 那我们等水满 我们来试验一下给各位看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水已经满了 好 那这个 这个滑门 我们已经有加一块电片了 你看 我们压下去 好 放开它这个关柱 有没有 它不会一股脑的把水整个卸光 你只要压一秒 两秒 它就舔 所以 你一个大便的时候 你大概压个五秒钟 它大概就强度流光光 好 那这样还可以流光了 好 所以 加个 不锈钢的那个电片 好 不思维 一个很好的方法 好 今天介绍这个方法 希望 各位能善加利用 多节用水 谢谢观赏 再见